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先是吴磊,后是杨阳 她和迪丽热巴刚上了 迪丽热巴搭档杨阳的新剧《你是我的荣耀》正在热播 且各项数据和观众口碑都越来越有爆款剧的模样 偶像剧最重要的CP感,也在剧情的推进中 以及迪丽热巴和杨阳的积极营业下,而飞速进阶 目前她们的CP,已经开始大热出圈 且冲破一众双男主CP,成为了CP榜单上唯一的男女主CP 还被称为BG之光 但在杨阳迪丽热巴的CP大热的中间 居然又穿插了另外一对CP 如图所示,且是天下的男女主CP杨阳和赵露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张路透,因为一个热搜 如图所示,已经杀清很久的古装剧 且是天下,近期突然出了一张男女主互动的路透 而且,各路营销号疯狂转发 还全带着杨阳和赵露斯的大名,客真人CP 这要是平常,这样的路透和热搜 也就是剧方的正常宣传 但偏偏放在这个时候 迪丽热巴和杨阳的CP正当红的时候 所以且是天下的女主赵露斯 收获了很多吐槽 即时搜索里,很多网友吐槽这个路透拆CP 以及吃香难看 说起来,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争议了 之前迪丽热巴的女主剧长歌行播出的时候 就开始有了吴磊和赵露斯即将合作的消息 众所周知,对于偶像剧来说 男女主的CP感,是整部剧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吴磊赵露斯即将合作的消息 再加上剧中的相关互动 一定程度地冲散了男女主的CP感 这次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你是我的荣耀热播时 迪丽热巴和杨阳的CP也正当红时 赵露斯和杨阳的CP突然上热搜 还带着两位的大名 这也同样分散了荣耀男女主CP的热度 也因为这个原因,赵露斯被受吐槽 还被质疑,先是吴磊,后是杨阳 她和迪丽热巴刚上了 所以对于在迪丽热巴CP正当红时 又出现另一对CP,你怎么评价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